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数据是可观的 歼16依然不会轻松 歼16替代之前的飞宝战机核素30 我国的歼7和歼8这样的二代战机也已经有了接替的机型 但是歼11A和B两款机型还没有适合的接替他们的战机 中国缺乏新一代的重型战机 只能复制的歼11B这个机型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它不具备隐身的功能 这对真实作战会造成很大的隐患 歼20虽然性能上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造价非常的高 一架的金额高达6厘人民币 所以很难大量的制造来代替歼11B战斗 在此时歼16就显得非常重要 就是相比美国F-15E战机 歼16战机在性能上也是很强的 F-15E的载弹坚定11吨 不过歼16则达到了12吨 就载弹能力来说歼16更加强悍 歼16虽然在航程上比F-15E略有性色 但歼16配备的友人相互正美达和航空系统 那可不失败的 这可比APG70强多了 其性能与F-15E相近 可以说是不先上下 虽然各自都有优缺点 总体来看两者的性能还是很靠近的 但是美国的F-15E这款战机已经算是平产 此而代之的是F-35 这是一款可以隐身的战机 与其同时 我国的歼16可能也不会建造的太多 主要是歼16是用来配合歼20战斗的 可是想换掉所有老飞豹和苏30 歼16的建造数量绝对不会低于300架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有老平书 谢谢你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